马来西亚有一群选美嘉丽被称作是绿色环保天使 他们来到了慈祭环保站 学习环保如何弱实在生活当中 单起环保使命 来自马来西亚及中国的选美嘉丽 力临马来西亚慈祭环保站取经 幕后推手是绿色世界非政府组织 希望借着绿色环保天使选美赛推广环保 每个人是喜欢美的东西 它比较有说服力去说服每一个人去参与繁保 参访资源分类区 西服区 菜园以及展览区 让嘉丽们大开眼界 30分钟讲座 倒不见地球生态所面临的危机 却激发了嘉丽们的使命感 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好多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再回收利用 然后我就准备把我房间或者饮料瓶子弄出来自己剪花形 然后当作壁纸 不想再要那种壁纸了 那种壁纸其实我也还挺大的感觉 不仅学习知识更要化为行动 万药树发 嘉丽们认真学习做资源分类 因为在我所生活的那个地方 就是说我还没有就是说看到有关于这些就是环保站呀 或者是亲身去体验过这些 我现在还是个学生 就所以先从我们学校做起 也想建一个属于我们学校这样的环保站 愿这群环保代言人发挥自身影响力 用美丽的身份让更多人爱护珍惜地球的美丽 大新闻期晚期的罗国聪 阿雅西亚报导